我国有超过4万9千名公务员 瀕临破产 占文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阿沙利纳 今天表示不认同大马公务文员 职工总会QPEX的这项数据 他说从2013年至2015年 破产的公务员仅有3547人 我没有认为那句话 从2013年到2015年 虽然他表示破产的公务员人数不高 但如果一些公务员违反公共服务局的政策 在外贷款超过本身薪资的60% 而又没有通知上司的话 那么这是政府无法控制的 但是如果我们说 因为他们承认更多 比较60%的贷款 这就是他们与他们与他们 阿沙利纳接着表示 2016年破产法令修正案 最快将会在下个月正式生效 而这项修正案除了提高破产门槛之外 也将缩减担保人 事事欠债人 残缺人士跟重病者被判入穷极的实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